好 這是因為面臨漢象 內政部長李鴻源今天也宣布 將在民國一百零五年啟用全台八座的污水回收廠 考量到國人一天排放的廢水高達了兩百六十五萬噸 所以如果回收其中一部分再處理 可以讓工業使用 等於是新建了一座中型水庫 一台台撒水車在污水廠取得處理過的回收水 用來清理街道 這是台北市最近兩年的新措施 因為完全免費碰上缺水來取水的廠商暴增五倍 而這樣的回收水技術未來也可能應用到全國 內政部打算在民國一百零五年啟用八座污水回收廠 能蓋水庫的地方全部被我們蓋完了 所以水的回收再利用是我們必須要走的 新加坡如此 以色列如此 所有的國家都是這樣子 李鴻源表示 台灣已經不可能再蓋水庫了 八座回收廠所產生的水相當於一座水庫的量 可以提供給工廠作為冷卻水使用 而面對缺水問題 民間也動起來 高雄市就有飯店業者呼籲顧客留下沖澡後的最後一缸水 讓清潔人員用來打掃浴室洗馬桶 竟然可以省下一半的水量 省下百分之就是十五噸的水 原本要排走的污水發揮清潔功能 飯店業者也省下了用水成本 在可能面臨水荒的時機 能省就省都是開源節流的對策 記者 台北高雄綜合報導